欢迎收看理财达人秀 今天台股依旧相当的强势 还是站在纪线上 当然最近的情况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这两天大型全职股比较处在休息的状态 但是中小型股在内资的簇拥下 挡挡挡活蹦乱跳 今天我们有特别的大来宾 台经院产经资料库的 总监刘佩真大美女 佩真总监会来告诉大家 最近在涨的很多是半导体的供应链 之前我们都知道台积电独强 那难道半导体相关整个供应链都能受惠吗 好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裴洛西前一阵子来台湾 谈CHIP4相关的法案和相关的配套计划的时候 很多人说他真的能为台湾带来礼物吗 今天佩真总监拿出台经院独家的调查 告诉你喔 这个CHIP4的联盟 台湾是真受惠 但是韩国是真受害喔 今天好好来听这方面的发展了 另外房价不管再怎么涨 每个人心里面都还是有一个买房的梦喔 佩真总监也会告诉大家 到了明年台湾的房价有可能往下做一些松动 诶这个时候是买房入手的时机点到了吗 好那阿格力这个生活价值达人 他会提醒大家喔 很多人的习惯是 我要提早还钱 我要快点还钱 我不要负债喔 现金要拿在手上 好阿格力会告诉你了 这个观念你要有第二层思考 要改一改咯 今天来教你如何压低跟拉长你的房贷喔 有时候晚点还钱对你才是真的有利喔 这一集很多宝贵的知识要来好好听咯 好我们来看到喔 其实半导体一直是台湾的骄傲 只要涨半导体股 事实上股民心情也都蛮好的 只是前一阵子我们也知道 蛮多例如像成熟制程啊 他们有传出一些杂音 但是台积电因为是先进制程 欸就一支独秀的掌喔 最近也涨到了半导体相关供应链喔 不再是一个人的武林囉 那大家想说 美国人来台湾都马是要我们的资源 要台积电去美国建厂 其实没什么好事情 可是呢 其实台积电的调查不是这样 对不对 因为南韩呢 之前闪闪多多嘛 不想得罪中国 也很怕得罪美国 他现在也决定 他会去至少参加 Trip 4的预备会 当然先来问佩甄总监了 到底这个Trip 4的联盟啊 对南韩是真的不利吗 那很多人觉得 美国人来不会给台湾真正的好处 事实上台积电的调查发现 对台湾倒是真的受惠喔 好我想台湾呢 目前我们在整体的一个先进制程 那么在全球还是拥有一个高度的一个竞争力 所以我想对于美国来说 那么台湾还是有相对的一个谈判筹码 但是对于南韩来讲可能就要视情况而定了 那我想最近大家都会比较关心 到底现在南韩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来加入Trip 4联盟 我想这个都是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因为南韩其实先前政府也有表达 他们在加入Trip 4的部分 那么希望是能够以这个所谓技术的合作 或者是平台这个方面呢 来做一个出发点 而不要去说设限对于这个其他国家 其实他指的其实就是中国 中国 就是说希望美国不要说因为南韩加入了Trip 4 而就会有就是对中国呢 有各方的一些业务上的限制 所以这个呢是南韩他希望是有条件的 来加入这个联盟 那为什么南韩会有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想法 那我想主要就是说 在南韩跟中国 他的一个贸易的依存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目前呢 南韩他每年出口到中国 在半导体的比重上其实是高达了六成 那甚至我们看到在三星 他在这个中国的西安厂 那占整个三星在Netfresh的一个产能 其实是高达了42.6%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三星从2012年 那么开始在中国的一个投资 金额其实也已经高达了258亿美元 头洗下去了 对 那另外就是说在SK海力市 中国的无锡厂 他其实占比也高达了46% 所以这个对南韩来讲 假如说在对于加入Trip 4 那么会阻碍到他们对于中国上的一些业务的发展 那当然南韩政府有针对出口商来做一个问卷调查 那结果呢 有53%的 那么厂商其实认为是可以加入的 但是另外也有41%认为是现在可以先暂缓加入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这两方面的一个差异其实并不会太大 所以也显现其实现在南韩政府也是线路比较左右为难的部分 好那佩甄总监你觉得最后他们会不会加入 那不得不加入之好 因为真的是不得不嘛对不对 有四成的厂商觉得哇这个有点危险 会不会对南韩的半导体有抑注 还是反而它真的会损失中国这块大病 我觉得是会因为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发现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南韩它的一个业务 依赖中国的部分其实是比例上是蛮高的 假如说真的加入那又有美国这方面的压力 所以它可能就会短期会面临到所谓中国业务上调整的一个阵痛期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那美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那美国的话它其实当然它成立这个大联盟 最主要就是要共同对抗中国 就是要希望这个红色供应链要预防它的一个崛起 那当然美国用了很多的一个方式 除了美国的一个制造 那另外呢就是用双边联盟的一个方式 包括了美日 美韩 美台或者是美印 那现在的一个方式就是一个大联盟的一个 这个主要的一个组织 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美国它同意南韩用 有条件式的这个方式来作为加入的话 那这个会不会让美国原先它要抗中的这个目标 可能它的一个效果就会出现递减的一个状况 好 那美国到底要不要韩国加入 还是其实我们加入就对它比较好有帮助 可是反过来说很多人都现在都会判断 台湾加入当然对美国有帮助啊 可是到底美国对我们台湾有什么帮助呢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其实对于台湾来讲 我认为就是加入在这个四方联盟 其实对台湾来讲目前其实是利弊是比较相伴的 因为目前我们在全球的前四大的半导体供应国 就依序就是美国 台湾 韩国跟日本 那大家其实各自有它的一个强项 那美国的部分主要就是在晶片的一个设计 还有在核心的一些关键晶片 还有包括在半导体设备跟IDM的这一部分 那南韩当然主要就是在记忆体的这一块 那日本的话就包括在半导体的设备材料 还有在光学元件跟车用半导体 所以台湾如果能够跟其他的成员国 来这个方面的这个优势来做一个结合 其实对于台湾未来再加入 所谓在新兴科技领域 在这个部分商机的抢夺 事实上还是有利的 所以在这一块呢 我们认为就是台湾会比较有利的一个方向 好 因为刚好我们跟这个美国 韩国 还有中国 日本 日本跟我们应该比较有互补的关系 然后因为他们很多关键材料 事实上技术难度很高 我们可以互相来合作一下 韩国我们应该是比较竞争的 对不对 中国就比较尴尬了 因为很多客户应该在中国 所以现在如果两岸关系 是稍微因为这件事情紧张了一点点 因为美国也在制裁中国的半导体 我们要怎么评估一个短期间内或是中长期 台湾半导体会不会在这个事情上面受伤 其实我们从过去这一两年 不管是在疫情或者是美中科技战 那么乃至于说在地缘政治的变化当中 其实台湾还是两边都是左右逢源的一个状况 那甚至其实在今年的一个整个体的地缘政治变化 其实还是蛮大的 但是今年的半导体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 其实还是呈现稳中透强的一个态势 我们首先先来看蓝色线条 这个是在全球的半导体销售额的一个年增率 我们看到去年其实是来到一个高档26.7% 那今年的话因为WSTS它是预测 大概会比较滑落到16.3% 不过我认为这个是比较高估了 因为全球半导体它其实跟这个全球的GDP 它的相关系数其实高达了这个九成以上 所以在目前全球的一个GDP持续不断下修的一个状况 这个未来在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的年增率 应该可能会有往下调整的空间 但是反观在这个橘色的线条 这个是台湾产值的一个年增率 去年当然也是来到一个相对的高峰 26.2% 那在今年的部分呢 其实在半导体协会还两度的上调了 我们半导体产值的年增率 高达了19.7% 那当然最主要就是在红色这个部分台积电的贡献 我们看到台积电在今年第三季的法说 它就把它今年合并营收的年增率 再从先前的24%到29% 调高到34%到36% 所以我用中位数35%来做一个表达 所以这个都可以反映得出来 其实台湾今年的表现 其实都还是优于全球的 那特别当然是台积电目前还是一直独秀的 它的业绩的一个表现上 因为在先进制程还是南瓜的全球多数客户的订单 所以在目前的表现依旧是非常的强劲 好 真的我们佩甄总监帮我们台积电在倍数 可是我们不能只有一档台积电 台积电就赢在它的先进制程 那最近因为看起来资金有回流到股市 美股跟台股都相对热起来 所以以前一些高本益比的电子股最近也在复活 也不是独宏一家台积电了 相关供应链现在都动起来 那最近盘面上有一个热点了 就是第三代半导体又回来了 又复活了 它这个最需要资金簇拥的 因为它就是看未来 对没有错 但是我们看看 其实我觉得台湾半导体都很委屈 以前你看什么中兴滑红 本益比都100倍 对 然后我们的联电台积电 本益比15倍以下 太夸张了嘛 对不对 我们第三代半导体有赚钱 涨不动 别人的第三代半导体 亏钱 亏钱涨30% 40% 对 没错 怎么可以这样 什么时候才能还我们公道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国际上的一个状况 首先如果你最近的反弹 上涨的过程中 你不知道要买什么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美股 因为像上礼拜 我就跟我的读者讲说 安生美大涨 那这个礼拜的半导体 特别是第三代半导体 非常有看讨 而国际的其他人就大涨了 我们来看一下美股的状况 其实安生美在公布它的营收 既营收从它历史新高之后 以及新厂8月要落成 预计会多4倍的 这个碳化系的产能 所以你看它股价过去一个月 涨24% 那如果大家觉得说 这个已经涨很多了 那你还没有看到另外一家 叫Wolf Speed 是 Wolf Speed是这个碳化系基板 全球市占率6成 它前身叫Cream 对不对 它是因为也收购了相关的一些业务 变成一间新命名的公司 那也由于它全球高市占率的关系 所以市场上给它的本益比 其实蛮高的 应该也不能讲本益比 因为第二季也还没有赚钱 我这边写财报优异 没有本益比因为没赚钱 因为第二季财报优于预期是说 我只比大家预期亏的金额 亏比较少而已 赵华一天就涨三成了 三十几% 真的 非常夸张 你看过去一个月累积以来的涨幅 已经到46%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美股的动向 你就可以知道说 资金现在确实是满接受 这个第三代半导体的 那台股常常跟着 美国的这个屁股走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好处 比方说美股先沾上季线 那台股才跟上 所以美国的这些股票已经涨那么多的情况下 台股还有没有机会 我个人认为机会还是有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其实这个Wolf Speed 它第二季的EPS 其实还是处于亏损的一个状态 可是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国内的两家公司 分别是这个汉磊以及雷金的这个佳金 他们的毛利率跟盈宇 在第二季的财报出来之后 我去看了一下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首先在EPS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黄色是汉磊 那蓝色是佳金 其实在过去 大家觉得第三代半导体很可怕 是因为你看 2019年到2021这段时间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赚钱的 还不是这两年 之前一直都是赔钱的 而且之前赔更多 那去年只小赚一点点的情况下 股价就已经占到100多块 有时候高档还超过150块 所以现在股价回档 现在大概剩100出头 这个价位我反而觉得大家可以留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一下今年其实他们的EPS都缴出非常亮眼的数据 不管是汉磊还是佳金 其实光今年上半年的EPS都赢过去年一整年的总和 那我觉得我看产业会很注重毛利率的部分 因为你如果毛利率能够持续的提升的话 你的营收这个年增率才有意义 不然很多公司营收年增率很高 但是它毛利率很惨 其实营与也不是到太好看 所以如果我们从毛利率的角度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两家公司在今年 应该已经正式宣告当大人了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汉磊 详细的一个情形 其实汉磊的这个营收表现真的是非常好 不管是7月的单月营收还是累月营收 其实都创下历史最高的一个成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我建议大家可以看单月营收 因为是连续7个月的月增 在今年这个全球景气不明朗的情况下 刚刚我们佩正总监有讲 其实半导体跟全球GDP的这个联动性非常的高 所以还有这样的表现代表说 半导体你如果看整个产业可能觉得没有那么好 但是子分类的话 有蛮多值得大家去关注 特别是第三代半导体这一块 它其实就跟车用很有关系 像之前的这个TESLA的Model 3 也是改用碳化系来作为它 充电相关的一个零组件 所以在未来电动车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第三代半导体的话题跟基本面应该都是很好 那除此之外我也帮大家检视一下 存货周转天数 我很建议大家在今年第二季的财报里面 你一定要看这个数据 简单来讲像连勇相关的公司 你如果这些IC设计公司去看到存货周转的话 是直接往上喷 直接喷出 那存货周转天数是越低越好 代表货越卖越顺嘛 那市场的状况也不错的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如果你从存货周转天数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保持在一个蛮健康的状态 那今年我觉得它的EPS翻两倍以上 应该是非常有把握的啦 因为光上半年就已经赚1.32了 去年才赚0.73了 对 假设我们下半年估很悲观好不好 到只到这个2.1元 然后已经非常悲观在估了 也是去年的2倍 那我相信有机会挑战3块啦 如果以现在的营收跟毛利率的走势来看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追逐第三代半导体 短线比较强势的话 漢磊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 那另外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投资人 想要找稍微落后补涨的话 我反而觉得加金大家可以多加留意 我们先看技术现行上来看 我们刚刚看到其实漢磊已经占上半年线了 但是其实加金离半年线还有一段的位置 不过就我自己的观察 筹码面上外资在近三个月买超加金 是高达1.47%的流通在外的股权 这是买到1.47%还不几张几张 像刚刚这个漢磊10天买2000多张 那大概0.几%的股权而已 所以如果以筹码面上来看 外资在加金上的买超 左膜是比较深的 可是现在的加金的技术现行上来看 还没有占上半年线 所以我觉得它有落后补涨这样的一个气势在 特别是今天的成交量 其实也有表态这样的一个味道 那其实汉磊跟加金这两家公司都是汉民集团 所以如果两家公司一家好 另外一家一定也很好 你看它的单月营收 累月营收 一样都创下历史最高的一个位置 而且我觉得加金有一个好处是 它的存货周转天数表现比汉磊更好 你看在去年大概在第一季的时候 存货周转天数都在70天以上 可是目前为止 存货周转天数是不到70 一路往下滑 而且应收账款收现的天数也越来越低 代表怎么样 人家说祸出了去前进的来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如果你对第三代半导体有兴趣 那觉得说汉磊涨的比较多的话 我觉得加金也是大家可以留意的一个方向 好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注意了 因为这一波台股反弹到这边 开始涨什么 涨中小型股 跌升会反弹 但是如果有基本面 有未来性 有高成长 现在也会慢慢重回主流 可以留意了 尤其是今年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市上 获利是翻倍的 假设您抱那种快要亏损的公司会怕怕 其实是应该去看这种有未来成长性 而且获利是往上成长的公司 那当然广告回来会来告诉大家 很多人都在等什么 等房价跌 你不希望股价跌 但是你希望房价跌 台积院已经有独家的调查 房价真的有可能松动吗 在哪里松动哪一区呢 好 如果现在你手上的钱真的不够多 房贷就要非常仔细的谈 难道谈那么长天期长年期的房贷 对自己真的比较有利吗 广告回来分析给您听 好 过去十年如果想买房子真的很痛苦 很多专家也会一直说 房市要修正要修正 但是都没有 今年可能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跑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都在升息 台湾虽然升息升得不多 但还是有升房贷组是有感觉的 另外就是GDP全世界都在下修 景气比较不好 然后利率又高的情况下 这边要来请教佩甄总监了 是不是真的有机会 房市会有回跌的可能 事实上我们已经被教育成 以前人家都说房市会大崩盘 十年多头 十五年多头早就走完了 但是好像从来没有认真的回档过 难道最近真的有这样的机会 会有一个认真的回档吗 我觉得比较困难 还比较困难 其实我们看2014下半年到2016年 那算是有一波小波段的一个回档 可是在当时其实跌幅最大的只有台北市 它的跌幅只有15个percent 感觉不到 对 所以相较于过往 就是说一个景气的循环 它的一个房价通常是要下跌30个percent 那这个其实是这个慢慢的一个跌幅 其实都不像过往来的这么大 那特别今年其实也是 大家其实还是感觉到 房价还是依旧是处于在相对的一个高档 那我想等会就会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在今年的房市所面临的一个大环境 其实还是比较不利的 那第一个就是在整个GDP的一个下修 就如同刚主持人所提的 国内外呢目前其实都是持续的 处于在下调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对于房市来讲 它的一个支撑力道 其实就会比较弱一点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这个是全球主要的预测机构 对于今年全球GDP的一个预测 我们可以看到最新8月份 不管是IHS Market或者是EIU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对于全球今年的一个预测 大概都已经降到了2.7到2.8percent 就相较于说年初呢 大家预测今年的全球的经济成长率 还有4.0percent 已经有一个相当大的差距了 所以这个其实当然都对于 我的一个房市来讲 支撑力道相对在总金方面 就会比较疲弱一点 那疲弱可是你刚刚说 还是很难下修是为什么 因为在房价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主要就是在 营建成本 就目前在建材的部分 还有土地成本跟缺工的这一块 我觉得主要是在成本面的 这一块的一个支撑让卖方其实不太愿意 出现降价的一个态势 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环境变化 就是今年我们的货币政策 其实有出现转向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今年呢 就是因为在美国联准会 我们看到它在3.5.6.7 这个月份都已经有出现升息 那分别升息的是一码两码三码三码 那接下来在9月份大家也预测 美国还会持续升息两码或者是三码 那当然台湾的部分 我们在3月份跟6月份 已经各升息了这个一码跟半码 那大家其实都预测在下半年 台湾的一个央行还是有机会 会持续呈现升息的一个动作 那至少从这个五大银行的一个新乘座房贷利率 到最新的一个6月份 已经有拉升到1.61%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其实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紧缩 让整个房贷利率是有呈现上扬的 那当然我们必须说 现在其实幅度并不大 但是我认为呢 目前因为有这个其他外在的一个负面环境的一个影响 所以会让这个利率升息的部分 它的一个效果会稍微有一点放大的状况 因为我们看美国 因为美国升息真的很凶嘛 所以他们如果新乘做房贷的话 承受的利率压力就很大 只是他们过去谈的很多是固定利率 旧房贷比较不受影响 所以美国就呈现好奇怪的状态 就是等于新屋的成交变得很低很萎缩 可是房价还是一直在往上涨 房租也跟着往上涨 台湾的情况会是这样子吗 台湾的部分我想就会比较相对的不太一样了 那目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房价因为在成本面的一个支撑 那还是持续的居高不下 那尽管说需求面 其实在最近是已经有出现趋缓 不过卖方依旧还是因为过去累积的一个获利 所以目前其实还是并没有太大的一个降价意愿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是在量能的一个变化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整体的一个房市的一个成交量 我们在这个过去的五年当中 其实都是呈现正成长的 那今年的一到七月 我们可以看到六都的建物买卖一转建数 这个成交量呢 已经转为是一个首度的负数的一个态势 那目前是衰退了1.4% 但是在南北的一个结构上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它的一个不同 也就是说过去呢 房市的交易的黑马 我们可以知道去年 其实就是在台南市跟高雄市 也有跟台积电有关 是台积电呢 整体的带动了整个南科 然后一直延伸到高雄地区 那它的整体的一个成交量 都是呈现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成长 但是在今年的一个情况 其实就有完全比较相反的一个态势 反而我们看到在北部的部分 大概都是在0%上下 等于说是比较持稳 那反而在南部呢 就是有比较重挫的一个情形 我们看到台南市 它的这个交易量跌幅 目前1到7月份就来到了10.4% 而高雄市呢 跌幅就是6.5% 所以目前是出现在量能呢 有出现这个下修的一个状况 好 也可能是激起啦 对不对 因为前面一年的话 南部的话一直喊出有城市翻转 然后大家都跑到南部买房子 所以在激起一来一往之下去 看起来跌幅就比较多了 可是大家还是很关心 好吧 今年看来跌价无望 那明年呢 那目前我们从一般住宅的一个市场来看 那其实我们还是建议 其实包括了自住跟投资客 他们在进场之前还是要留意 因为不一定呢 目前还是一个升息的一个循环 所以在财务上的一些规划 还是要比较谨慎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今年的一到六月份 那么整个国人在经常性的一个实质薪资 已经陷入了负0.11% 实质薪资成长 对 因为在通膨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 未来的这个部分 大家其实还是要做好这个财务上的一些规划 那另外对于卖方来讲 因为它现在对于价格还是比较坚持的 所以短期之内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整个建案 它的大概溢价空间 现阶段还是属于比较有限的 所以稍微我们可能还是要等一下 在2023年 或许在供给量比较大幅释出的时候 在部分地区或者是少数的个案 可能就会开始在房价有一些松动的机会 因为现在原物料也在叠价嘛 搞不好新一批盖的房子就比较便宜了 对 有机会等等看 那另外就是在办公室的一个租赁市场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还是特别要强调 因为在未来呢 因为我们整体的趋势会慢慢的朝向 节能减碳 那么以及就是要追求所谓碳中和的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现在拥有办公大楼的这些 受险业者或者是在建商的话 它如果能够投入所谓像Lead 或者是Ware这种所谓的绿方面 绿建筑的一些认证的话 那特别是在顶级办公室 它这个就可以符合租客 就是特别是在制造业啦 他们必须要强调 就是要达到尽领排放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这个都会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注意的 所以他们的进驻意愿就会相对的比较高 哇 这也是个趋势耶 这个排放量其实从这个建筑方面来着手 其实这是最快的 是 好 那在区域上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因为像刚刚有提到 虽然台南高雄看起来减幅是比较大 就交易量的减幅 但毕竟当初也是因为有一些新的建设在那里 引发大家去那边买房子嘛 对 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政府推动大南方的一个计划 当然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南北的一个部分的房价 能够有一个均衡的表现 那所以这就是有推动二次城镇化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就是在轨道的一个交通建设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疏散 就是比较市中心人口集中的一个状况 能够比较移往郊区 所以也推动了蛮多的一个新兴的重化区 那我们认为就是说 其实在高雄市的南子 或者是桥头的科学园区 那甚至在台中的一个水南经贸园区 那短期之内虽然其实还是有面临到 这个先前涨幅比较高了 所以短期之内会有一些修正 不过中长期来看 我们认为在这一块 还是有这个所谓的刚性的需求 来做一个支撑 所以在中长期的这一块 其实还是相对是比较看好的 好 刚刚佩晨总监提到一个数字 1到6月我们的实质薪资下滑 虽然只有0.6 可是呢 1到6月我们的台股 从高点下滑了4000点 好不好 这个实质薪资下滑 实质收入跟实质储蓄 可能都在下滑中 所以这边要请教阿格力了 大家当然也希望房价过一段时间 如果有一点点松动 事实上我觉得真的就是刚性需求 台湾人好爱买房子 像你是自住换屋 都被人家视为炒房客 可是要买房子最现实就是你要有钱 好 跟银行带来一笔钱 那以前我们的习性 像我就觉得提前还本金啊 房贷20年的我10年就还完是一个骄傲 对 但现在这个骄傲有点蠢了对不对 事实上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有钱 薪资也不够了 房市股市状况也没有那么理想的状态下 房贷我们要有新思维 我觉得房贷的新思维 就是说越长越好 直接帮大家破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赵华说到这个 像我妈也是啦 她的这个房贷 她几年就还光了 等一下干嘛我跟你妈放在一起币呢 没有啊 就是说这个长辈们给我的意见 好 那以前是因为利率蛮高的关系啦 那因为现在的利率你说再怎么升起 假设升到两码多 其实相较于过去那种动辄五码以上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啦 所以今天我要帮大家解析 如果你真的打算买房的话 房贷要有什么样的概念啦 那第一啦 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谈房贷的时候 能多长就多长 好不好 好 那第二呢是房贷在升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把原本的房贷期限拉长 假设你认同第一点 我讲的这个概念的话 最后呢就是 如果你是想要买房的小白 怎么样去跟银行谈房贷 因为我自己本身买过这个三间房子 但是都是一换再换这样子 好 要强调了 第二间是预售屋 还没贷款就卖掉了 所以我跟银行有一些交流的经验 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 那一开始呢 先跟大家谈一个概念啦 就是钱啊 到底是负债还是资产 这边的钱只是现金啊 现金为王啊 现金为王是没有错 但是那是在股市下跌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现金你才能去低接嘛 可是在绝大多数的时候 我觉得钱是负债 那我这边给他下一个定义 什么叫负债 负债就是假设你买一台车 大家不会觉得那是资产 大家觉得你是负债 因为假设你花了100万买 那开5年后可能只剩下6成 所以它会贬值嘛 那其实钱也是会一直贬值的 那我们来衡量的标准就是 实质购买力啊 是 好不好 像我们刚刚配申总经也有讲嘛 实质的薪资下降 所以你觉得你薪资没有下降 但是因为实质购买力的关系 所以你的薪资实际上 能买到东西越来越少 所以才有下降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来讲一块美金啊 到现在的这个价值 我们直接看这个K线好了 这个是从1990年代到现在 其实实质购买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 我们举一个例子 如果在1913年 一块钱美金 可以买到30个Hershey's的巧克力 如果你是现在才要买的 30个要26块美金 所以如果我们以比例来算 1913年到现在为止 一块美元的实质购买力 只剩下1913年的3.8% 所以这个就是先跟大家破题 钱为什么它是个负债 好 所以帮大家统整一个表 就是跟大家讲 为什么长年数的房贷是比较好的 像我自己连续两间房子的贷款经验 都是贷款30年 你贷30年 都是贷30年 那真的要早点贷 像40年的这个年纪也不能太晚去贷 其实如果能贷40年 我应该会贷40年 因为越偿还越好 先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很多人听到30年40年的房贷就开始骂 就说你这样害我们当30 40年的乌奴 房奴 对 我现在反问 再留子生 没有人规定你要还30 40年 你也可以贷30年 然后两年就还掉 所以重点是你没有办法短期还 所以其实长年数的房贷 是提供你怎么样 现金流比较宽松这样的弹性 因为你每一期的还款金额 如果降低的话 例如说你的小孩子要念书 或者是你刚买房 手头上比较紧 你要拿去装潢等等 其实我觉得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弹性 你改天假设利率 经济因为比较难预测 真的到很高 5 8 18 假设有这件事 那你再提早还款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 长年数的贷款 并不代表说你真的要付那么久 而是提供了一个 你最长的一个弹性 那我觉得这样的好处是 还款压力会降低 比方说假设房贷没有变的话 你每个月还款差不多的话 你现在还每个月假设3万的房贷 跟你10年后还3万的房贷 其实那个压力是不一样 因为理论上大部分的人薪资会越来越高 因为你刚出社会跟你出社会10年 薪资一定是不一样的 而且可以守住购买力 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 你不要那么早还房贷 那你把这个省下来的钱拿去买资产 反而可以享受通膨 最后会跟大家讲 还有一件事情 我是觉得大家要考虑到 你如果买的房子 是一间比较小的 比方说两房或是小三房 不是给小三住的 就是比较小小间的那一种 你要预留换屋的预算的话 这也是长年出房贷 带给你的好处 就以我自己来讲 我自己第一间房子两房 那个室内才不到14平 算很小的一个房子 然后我在这个买进的第一年 我想说不然提早 我妈一直叫我提早还本金 我就多还了十几万 可是我现在后悔了 因为那间房子我持有一年半不到 我就已经把它卖掉了 所以你如果提早还款的话 那你如果之后又换屋 你是不是会影响到你下一间房子 不管是投期款 装潢的一个资金的运用 所以准备下一笔的投期款 这也是长年出房贷带来的好处 十几万就后悔 十几万也就买一张汗雷而已 不一样 那时候股市的基期跟现在不同 那时候是1万点 好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讲 那如何拉长房贷 假设你认同刚刚的观念的话 首先分两个部分 就是你已经有房贷的 跟你正要申请的 那宽限期是两者都可以去申请的 假设你原本没有申请宽限期 你可以申请 还可以再去补申请啊 对 三年啊 你就多付一笔手续费 大概几千块 去换取这个宽限期 那我有一些朋友也是这么做 他有钱 但是他还是宁愿用宽限期 我现在在想 我当初那间小房子 应该也要用宽限期 因为我宽限期可能缴一年多 我就用比租金还要少的月还款金额 去享受比较好的房子以外 那如果换入了之后 衔接的这个过程 我的资金的运用也比较坦性 那第二个方法是可以转贷 转贷就是说我原本跟A银行 贷款20年 但是已经还了5年了 我还想要把房贷拉更久 你可以去找B银行转贷 那他为了做你的生意 他可能会提供你一样20年 或是更长的一个条件 另外也可以转贷 转贷意思就是说 假设你买一个房子1000万 现在已经涨到1500万 你去找B银行的时候 他会给你比较高的贷款的额度 你手上又多了一笔现金可以运用 像我公司的伙伴 他当初买一个房子不到1000万 所以投期不到200 可是因为那个房子 涨太凶了在新竹 这一年多来涨了两倍 所以他再把这间房子转贷 又带了400万的钱出来 去存股赚这个利差 当然只是一个举例 要看你钱怎么样应用 那如果已经有房子的人 有看完这些可以理解之后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是正要申请的人 除了宽限期以外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还有怎么样的方式 这我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房贷型受险是大家可以考虑的 就是我多跟你买一个 跟房子绑在一起的受险 那他愿意会给你比较长的贷款的年数 为什么呢 他一来可以赚你保险的钱 二来对于你这个债主 他是你的债主嘛 对你自己来说 如果你出了什么意外 也有保险去cover 对他的风险系数也下降 但是要跟大家提醒 房贷型受险 不能是银行主动去诱导你 要你自己去提 这是要提醒大家的部分 好那最后跟大家讲说 你省下这个房贷的钱 不是叫你去吃喝玩乐 而是你要来买资产享受通膨 我帮大家带来一个数据很有趣 1802年到2019年 这期间假设你买黄金 买债券买股票跟留现金发生什么事 首先留现金 1802年一块钱的美金 到2019年会剩0.047 你年化的报酬率来看是-1.4 反而最好的是什么 是股票 年化报酬率是6.8% 1802年一块钱放到 2019年会变160万 所以提供给大家这样一个参考 所以如果你想要抗通膨的话 除了拉偿还款年限以外 省下的钱拿去买一些GEO股 或者是买指数型的ETF 我觉得你反而能享受通膨 带给你的一个财富的增长 好等于还债 慢慢还 多留一点现金 但这个现金不是把它拿去存着也不动 买一些GEO股 买一些GEO的债券 或是你生活上有一些其他的消费支出 可能都会让现金的运用更为划算 甚至再去买一些实质的资产 这个是今天阿格莉要讲的重点 不过这边也要提醒 如果您是用宽限期 你还是要算恢复正常缴款的时候 你缴不缴得出来 千万不要凹那个宽限期之后 还钱还不出来 这个就本末导致咯 好今天非常谢谢佩甄总监 还有阿格莉来到现场 我们台经院的佩甄总监 提醒大家 半导体CHIP4联盟对台湾是真正有利的 而且我们台湾半导体的实力是冠于全世界 这个真的要对我们自己有信心 那阿格莉今天也告诉大家 如果今天买房子 现金反而是怎么样 用在买其他的实质资产 GEO股会更有效益 债呢我们就延长一点 慢慢还有债不愁啦 希望这些观念可以带给你新的启发 那今天理财团秀希望对你的投资有帮助 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大家好 我是最爱你们 而且也最爱开车的赵华 今天要来请你们一起来收听我的一个新频道 它叫做赵华与古惑仔 赵华与古惑仔 在这个里面呢 赵华每天每天更新 会来回答各位股民的大小事 你们可以听到我最真实的心声跟投资的心法哦 很多人在问到底要怎样搜寻呢 其实很简单 就到谷狗上面哦 关键字就是赵华与古惑仔 在不同的平台都可以听到哦 不管您是不是苹果手机的用户 都可以一起来收听 每天更新赶快来听哦